女攝影師 給男攝影師的優勝之處 可能是他們對情感的觸覺 女攝影師可能很多時候 會以感情勾劃故事 我們會很容易給身邊的感覺 一時一物去觸動我們的情緒 所以我們捕捉的畫面 可能會比男攝影師更加感動 還有可能會有故事性多些 人像攝影就是以本體 可能是主角去勾劃他們的故事 我們會以他們想拍的東西為主 還有可能再帶一些對他們有關的故事 婚禮攝影我們會有場地的限制 我們拍的不只是一位或者兩位主角 當日的流程中會有很多人 有新人的朋友 新人的家人 每一位來賓 可以這樣說 每次去的地方都不一樣 就算可能同一個地方 裡面的東西都不會完全一模一樣 每一場婚禮有的故事都不同 可以這樣說 例如說回人像攝影 可以說我拍完這一次 例如我覺得有瑕疵 我可以約下人再拍多一點點 但大婚當日只有過一天 那一天是倒一無二的 可以這樣說 行差答錯的位置是要近乎零 基本上可以說是要零錯失 其實我覺得婚禮攝影師 某程度上有點像老師 新人去找你 其實他很期待一張好的成績表 其實我們都叫他做新人 他們有很多東西都不懂 有很多東西都不懂 要靠我們去告訴他們 究竟怎樣做才好看 流程怎樣運作才順利 到他們考試那天 我們就正正幫他們記錄 每一分發生的事 那張成績表好不好看 某程度都靠我們去發揮 這個是他們人生最大張的成績表 這件事是我做婚攝最感動自己的位置 亦是一個動力